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环球看点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1号星期四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慰问退休老军官爆出一大看点 以色列反情报诱补行动 挫败哈马斯运送武器的企图 俄乌完成新一轮战俘交换 美国原污炸弹增加深入打击能力 印度打击海盗趁势作乱 在红海以东部署12艘军舰 在节目开始前 还是拜托您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的最新消息 来看详细内容 中国农历新年临近 中共中央军委1月29日 在北京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 迎新春文艺演出 当中共党魁习近平和紧随其后的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出场时 出现了罕见的一幕 央视不得不很快地删掉了这个画面 观看迎新春文艺演出的出席者 除了习近平和张又霞 还有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以及刘震丽 苗华 张声民 三个军委委员之外 还有部分离退休的老军官 老干部 老干部的遗孀 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 和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 和部队的官兵代表等等 但是和2020年以及2021年的活动相比 外界发现 军队离退休老干部对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2020年和2019年的央视视频显示 习在走入会场之后 与前排的老干部一一握手 而不少身穿变装的老干部 在握手之前都向习行军礼 虽然说习近平没有真正的当过兵 但毕竟是军委主席 对比之下 今年的习近平并没有和老干部握手 而是挥手致意 这或许还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但在习挥手致意时 一批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向习近平行军礼 而让习更尴尬的是 这些老干部纷纷向紧随在习身后的 军委副主席张又霞行军礼致意 而张又霞也是频频的回忆军礼 海外时评人周小辉指出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看点 这无疑说明老干部们在内心对习近平是有不满情绪的 并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或轻视 而这也表明了习在军中的地位 远不如实打实在军队混了几十年的张又霞 有意思的是 老干部们频频向张又霞行军礼的画面 很快被央视剪掉 现在央视只留下了一个人向习行军礼 以及张又霞频频回军礼的画面 有人一定会问 为什么官位远大于其他人的张又霞 频频行军礼呢 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通过删除画面 不让习显得尴尬 也掩饰军中老干部们对习的不满 另一个看点是 最近热传的关于习近平身体状况不佳的传闻 使习的这次露面带有了辟谣的味道 据周小辉观察 习近平从会场外走进会场的过程中 两脚的步伐不平衡 走路不稳 这表明即便使习近平罹患癌症的传言 有夸大的成分 但他身体状况不佳却是事实 不得不强撑着参加活动 第三个看点是 传闻被查的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奇亮 在这次活动当中露面了 而且摆出了轻松的表情 央视也给了他两次镜头 辟谣的意味更浓 周小辉分析认为 曾有消息说许奇亮被从家中带走 以中共官场 尤其是军中腐败来看 许奇亮很难独善其身 他贪污巨款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为何习的大棒没有最终砸下来呢 这或许可以与不久前胡锦涛之子胡海锋 被破格提升为民政部副部长 结合在一起看 习在二十大上公然指示驾走胡锦涛 加上中共外交一再失利 中共和党魁的国际形象跌入谷底 习在党内军中 已经很难找到多少可信的人 习不得不暂时改变策略 通过提拔胡海锋 轻轻放假许奇亮 以安抚沉心 军心 在周小辉看来 许奇亮在军中有自己的山头 有众多部下 办了许奇亮不仅扩大军中的不满 也让现任的两个军委副主席 有兔死湖碑之感 除此之外 如果习近平的身体出了某种状况 也难以有更多的精力 在军中进一步的大清洗 所以背后或许双方都有妥协 另外 官媒报道刻意突出这些老同志们 一致表示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为核心的中共周围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等等 按照中共的逻辑 是缺什么就要强调什么 这些陈词烂调 也不过是在给外界看 彰显军队对习的臣服 但事实绝非如此 恰恰说明了军队的老干部 老军头当中还有人意识不强 对习中央维护不够 没有贯彻军委负责制 核心就是军队还不忠诚 至少从老干部们 不像以往那样给习行军礼 就可以一窥端倪 换句话说 习并没有完全搞定军队里的各个山头 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 哈马斯曾利用网络 蒙骗了一些犹太裔人士 为哈马斯工作 事件被以色列当局破获 以色列国防军在1月31日透露 1月18日 以色列国防军在一次渗透 哈马斯情报总部的行动当中 缴获了一些电子设备 这些电子设备 帮助以色列安全局 捣毁了一个利用犹太人 转移武器和爆炸物的 哈马斯恐怖组织 而这些主要居住在耶路撒冷地区的 以色列犹太公民 被哈马斯欺骗 还认为自己是为海外的犹太人工作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正在为哈马斯工作 这些不知情的犹太人 所获得的工作指令 例如取放包裹或者资金 或者购买各种礼物等等 都是哈马斯通过电子方式发送的 实际上最终与哈马斯的武器 或爆炸物有关 据报道 这并不是哈马斯第一次企图招募 或者是利用犹太人作为间谍 但这次的行动规模最大 哈马斯使用在线身份 欺骗不少人员 而不仅仅是迫使一两个人妥协 从事这种间谍活动 每当这些被利用当间谍的犹太人 产生疑问 试图通过电话 与他们的上司交谈时 哈马斯的联络人 就会假装居住在海外 声称有时差而很难协调 在12月中旬 以色列新贝特和国防军情报部门 收集从哈马斯缴获的物品 利用从电脑 手机和其他的物品当中 获得的突破 对哈马斯操纵者进行了反情报诱补行动 尽管有关破获案件的公告 并没有提到逮捕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表示 以色列情报机构发现 几名哈马斯操纵者 是所谓精英组织的成员 他们曾居住在约旦河西岸 后来被以色列国防军拘留 然后在2011年 吉拉德沙利特人质交换协议期间 被驱逐到加沙 以色列情报部门强调 以色列公民不应该在网络上 接受身份不明人士的指示 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居中调解下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1月31日 进行了换服行动 合计交换了402人 这是继俄罗斯的换服军机 遭击落事件发生一周后 双方进行的新一轮换服行动 中央社报道表示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有195名士兵获释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则说 有207人返回乌克兰 包括士兵和平民 吉普当局表示 1月31日的换服行动 是2022年2月份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双方进行的第50次换服 累计已经有3000多人返回乌克兰 乌方也释放了 大约相同数量的俄方人员 莫斯科方面表示 换服行动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居中促成 阿联在先前几次的换服行动当中 也都发挥了作用 在一周前 俄罗斯的一架军用运输机 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坠毁 俄方说机上的74人全数罹难 其中包括65名乌克兰战俘 这件事让双方换服蒙上了阴影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 1月24日发生的事件 显然是乌克兰击落的这架飞机 并说乌军使用美国爱国者系统 击落了这架飞机 吉普官员要求莫斯科 公布坠机的战俘遗体照片 或者是提供其他的证据 来佐证他的说法 目前 俄乌对峙仍在继续 美国的援助也仍然源源不断 路透社报道 美国将援助乌克兰一种陆射小直径炸弹 并且即将抵达战场 将有效地增加乌军 深入打击俄罗斯的能力 这种炸弹可以使用M142 海马斯机动火箭车发射 射程达到160公里 有效弥补了乌克兰数量有限的 陆军战术导弹的不足 据了解 在乌克兰战场上展现惊人效力的 海马斯火箭 一般弹种的攻击距离大约在70公里左右 俄军在经验摸索之后 逐渐地学会将物资和部署拉开 力图减少损伤 于是美国在1月中旬完成测试之后 决定把这种陆射小直径炸弹 安排送往乌克兰战场 消息人士透露 美方计划透过航空运输 先运送几十枚这种炸弹到乌克兰 比起陆军战术导弹 这种炸弹的体型较小 价格更便宜 也更容易部署 如果经过验证这种炸弹 在乌克兰战场能发挥效率 美国可能增加援助数量 更有效地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制能力 除了美国与多国联盟 在鸿海对胡塞武装不断地采取震慑行动之外 印度虽然没有加入 由美国领导的鸿海特遣部队 但仍决定在鸿海以东海域 部署至少12艘军舰 以防范海盗 据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 1月30日在一次公开的活动中提到 印度的能力日益增进 可以在困难局势当中提供协助 当周边国家发生坏事的时候 如果印度说 这件事与我们无关 印度就会被认定为 是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虽然其他的国家在鸿海周边 也有海军舰艇部署 包括美国 英国和法国 但印度官员表示 印度海军的军事存在规模最大 印度官员还指出 海盗活动近期卷土重来 印度海军人员在过去的两个月内 调查了250多艘船只 对40多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自从去年12月份以来 印度海军记录了至少17次劫持 企图劫持和可疑跟踪事件 印度海军官员表示 青年运动与海盗活动之间并没有关联 而是海盗正在利用青年运动制造的局势作乱 因为西方盟国的目光与行动都集中在红海 印度专家表示 冲突正在蔓延到红海以外的地区 另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表示 红海联盟中巴林的一名高级国防官员 刚刚告诉他们 美国战机F-18超级大黄蜂 31日成功轰炸了也门西部胡塞武装 准备发射的10架无人机 分析认为 看来美国拥有出色的情报 新的策略是先发制人攻击胡塞武装 这期的环球看点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也可以使用特别感谢功能来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